为了防毒Omicron 政府宣布开打第三剂 亚东医院规划特别动线 进行第一波施打 不少医护当初接种两剂AZ 混打第三剂更有信心 对抗新病毒 第一波开打第三剂 约有4.8万人符合资格 以一到三类或是因公务需出国者 为优先接种对象 需打两剂满五个月 而且通通都是打莫德纳半剂量 指挥中心二号闪电宣布 但隔天全台多个地区都还打不到三剂 以台北医院为例 有的可打有的还没准备好 北市卫生局就表示 这周开打真的很勉强 医疗院所还需开设特别门诊 供其他二三类挂好接种 昨天宣布说今天下午开始打 是这样 那整死大家嘛 地方政府还是对施打措施捕萨萨 像是宜兰县回应确认规范后 才开放施打 基隆最快下周才能接种 台中市开打时间点还不确定 高雄有三家医院 要等到下周二才开打 没有关系 我们公文也会随后发下去 中央政策宣布临时令地方 卫生局还有医疗院所 都来不及准备引发三剂乱象 记者黄明君 杨宗燕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